在這個電子書盛行的年代 我特別喜歡紙本書 而且之後不僅在超商可以買到 這處位在信義區的白貨 也可以找到實體書店 同一集團收回國際大樓之後 信義成品就只將開出新商場 除了將打造台灣首家星巴克旗艦店 同一集團也證實將會有 伯克萊首家實體書店進駐 而集團梅莉事業的董事長高秀玲也說 比預期多了三個月的工程整理內部 星巴克旗艦店正在跟西雅圖總部密切聯絡 對方有些知道文件 而統一這邊也有想要呈現的模式 因此還在討論當中 地下一樓也規劃將會有超市進駐 同時他也分享心情 坦言首次開實體書店 心裡有些恐慌 畢竟是不一樣的業種 而書店的規劃已經定案 只不過附近還有鄰居鳥屋書店 會不會擔心有衝突 董事長羅志仙說 他只是剛好有些書而已 不認為他是書店 所以不衝突 而原先的成品書店搬到松菸 也帶動附近商圈發展熱絡 現在的大型連鎖型書店 大部分都是結合百貨商城的形態來經營 再加上周邊的交通優勢 通常都可以快速的去形成新的商圈文化 有其他專家點出疫情之前 大巨蛋的周邊商圈租金行情 每瓶大約是五千到七千元 如今疫情結束 每瓶達到八千元左右 甚至出現了破萬元的案例 松山文創園區旁邊 一間三角窗的店面 去年十二月以總價十七萬元出租 松菸商圈發展十多年 首次租金單瓶破萬元的交易 以往漲到實體書店 都會想到信義商圈 現在松菸也加入戰局 各大品牌百花齊放 就看誰最能擄獲消費者的心 體育新聞 廖市民集結台北超高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